路加福音第十三章 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 耶稣说, 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重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 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 我告诉你们,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于是,用比喻说。 一个人有一棵乌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 就对馆员的说, 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乌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 把它砍了吧, 何必白占地土呢? 管员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 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 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 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 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的对众人说, 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 主说, 假冒为善的人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千曲、印吗? 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 耶稣说这话,她的敌人都惭愧了。 众人因她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 耶稣说, 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 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塑在她的枝上。 又说, 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 好比面教。 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 有一个人问她说, 主啊,得救的人少吗? 耶稣对众人说, 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 即使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 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 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 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 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 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怯耻了。 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作习。 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 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塞人,来对耶稣说, 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 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 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 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 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死那缝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 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 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 奉主明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